是这个华航机组员的清零计划 在昨天呢 是执行了第一批的拓役裁剪 预估是有54个机组员的裁剪 报告上会出炉 但是关于这个清零计划被外界质疑 每一次有差错呢 就会推新的小民去送死 不管居检是三天还是五天呢 风险改善都是为乎其为 对此呢 医师李炳颖就强调 为了要厘清华航的疫情 这个清零计划是必要的 这么做呢 并不是针对华航 桃源华航园区假期一个个裁剪棚 八号一早布陶人员全副武装 帮华航机组员进行首批拓役裁剪 华航送讯也有各式车辆出入 清零计划失检第一天 预估将有五十四人受检 房间都裁剪完毕 但结果都还没出来 华航爆发群聚后 指挥中心针对华航机组员进行清零计划 部分华航机组员认为 指挥中心没讲求科学防疫 反而一出差错就推新的小名送死 我们常常开玩笑讲 有时候戳鼻子都戳到 那个鼻中隔弯曲都好了 问题是你如果你这五次 是可以被替代的或者免除的 比方说他又派飞出去了 那你怎么能保证 你派飞出去的这位机组员 他是干净的呢 华航机组员俨然成为防疫忌品 但指挥中心专家小组 咨询委员李炳颖认为 并非针对华航 而是怕其他隐藏感染源风险 才需要清零 户桃的清零计划 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清零之下 有可能会得到感染 一个比较完整的调查 针对罚航 这个是必要的 华航群聚风暴何时落幕 除了揪出潜在的感染病例 也期待别再出现新的确诊者 让疫情继续延烧 记者吴俊伟 曹家人台北报道 好 现在来看到 诺富特饭店是违规 桃园市政府也祭出了重罚 是以违规总天数 211天来计算 每天罚6000元 算一算一共多少钱 一共开罚126.6万元 好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其实陈时中坦言 他早在2月的时候 指挥中心就已经收到了 这个饭店有混住的投诉 什么混住呢 也就是这个在检疫的 进行这个隔离的机师 和一般民众都一起住在了 这个诺富特的饭店 一管的七八楼 这个要被检疫的人 跟一般的人住在一起 当然会有被感染的风险嘛 但是那个时候是2月的时候 爆发的时候是4月的时候 在中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但这个时间 20号爆发了 这段时间这个公文 旅行这么久 两个月 诺富特当时呢 4月15才回闻说 想要维持现状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20号的时候 就爆发了这个 机师的群聚感染了 好那现在呢 其实原来 大家才知道 全民才知道说 早就这个指挥中心 早就知道 有混住的情况了嘛 根本就一开始 可以来预防的 结果呢 没有预防 所以导致了现在到今天为止 已经有31个人 确诊了这么大的 群聚感染事件 好我们再来看到呢 陈时中怎么说呢 他说公文确实 不会跑得比病毒快啦 指挥中心定规则 地方来执行啦 好然后呢 所以呢 网友对陈时中的不满 甚至也高过了 桃园市长郑文灿 高过5倍 这个网络上头 对陈时中的不满 已经爆表了 高出了5倍 愤怒数 是达到了 38.1% 算是高出了 有5倍这么多 好另外呢 要来看到的是 其实呢 刚刚讲到了 这个混住情况 早在2月的时候 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呢 卫福部就发文给了 桃园市政府嘛 桃园市政府又转手了 公文给民航局 所以一来一往 拖了多久呢 2月到4月 是不是两个半月呢 所以专家就痛批 这个政府简直就是 慢半拍 病毒跑得比公文还要快 华航机师接连确诊 结传诺福特饭店 让旅客混住 防疫旅速 夸张行进 华航被民航局 重罚百万元 诺福特被观光局 罚十五万元 现在桃园市政府 也决定从109年 9月30号 交通部公告 未申请为防疫旅速 不得收住 居家检疫者 及居家隔离者 一直到110年 4月28号 诺福特清空前一天 总共211天 每日罚6000元 重罚126.6万块钱 但饭店违规 其实政府早就知情 今年2月就有民众 向卫福部检举 桃园市政府也发文 给卫福部和民航局 民航局直到3月 才着手处理 最后4月15号 诺福特仍想做防疫宿舍 接着20号爆出首例 获姬机师确诊 等到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5月6号 9月中心才邀及四方开会 从检举到就责 公文旅行 拖延将近两个半月 专家批评行政怠惰 让病毒跑得比公文还快 公文绝对没有办法 跑得比病毒快 公文如果跑得比病毒快 这病毒就不会这么难的控制 你如果今天有告知 会有那么多人去做 住在诺福特旅馆的吗 会有那么多一般旅客 会住在诺福特旅馆吗 一定没有的嘛 他这个是有点欺骗 如今诺福特饭店 这颗当初的不定时炸弹 引爆了疫情风波 相关单位只能尽速检讨疏 借沉建安洋翔 与刘志展SNG台北桃园 采访报导